大家好,继续造谣传谣 这个真的是靠谣言 真的可以打败土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因为今天的人类社会 今天的中国 第一战就是信息战 谣言这个东西 造谣传谣绝对是在信息战的层面 对土工形成灰灭性的打击 尤其是对包子弟这种没王化的人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造谣传谣 跟大家爆的一个尿 说的一个故事 有点凶猛 我看了以后也开始不大相信 后来我想着本来造谣传谣 无穷无尽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 本着一个信息战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 我跟大家讲讲这个事 什么事呢 说是俄罗斯这边 与中共 普京与包子弟 这个大戏终于就曝光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俄罗斯有一个思想家 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王滬林嘛 叫什么杜金 是吧 老头儿 这个杜金 这个人在俄罗斯是很有名的 是这个叫做什么 相当于这个三国时候的诸葛亮 完了以后给刘备出主意的这么一个人 就等于是给普京出主意的这么一个知识 这么一个智者 这么一个思想家 杜金 我的好朋友杨奎老师曾经做过一个讲座 专门骂过杜金 骂的是热血沸腾 这个叫做什么 气血有血 骂的挺好 我当时是不大认可的 我听完了 因为我不了解杜金 我呢也不想去做任何的价值判断 我就想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故事 杜金呢 那是复旦大学不是有个特别二百五的一个二百五的教授吗 叫张维为是不是 这个人特别恶心 那就长得就比王沪宁更像个太监 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王沪宁这么幸运 没当官 你知道吗 估计学问没有王沪宁做的好吧 那复旦大学本来是个很好的学校 怎么一出这种垃圾啊 王沪宁一时复旦大学的 张维为一时复旦大学的 真是气人 那复旦大学想当年马湘伯老师把自己的家当捐出来 然后办了这么一个震旦大学 就复旦大学的前身 那是一所教会大学 现在搞的复旦大学全是出这种太监 就是气人傻老夫也 说这个杜金呢 就接受这个张维为的邀请出任的杜金 张维为的就是什么什么国际什么研究院的什么 讲座教授 在中国赚了不少钱呢 给他很多钱 说是这个外交部习近平亲自批准的 真的挺有意思的 所以这个杜金这边的消息啊 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焦点呢 然后我看到的消息说是 有的人说是俄罗斯的一个报纸 报道的 有的人说是反习派的情报部门破获的这么一个杜金的一个秘密的文章 然后就讲说这个如果他们把这个乌克兰如果摆平了啊 完了以后 接下来吐弓中国 吸包子就开始打台湾了呗 这时候北方就空出来了啊 俄罗斯呢 一直对中国的北方呢 是垂涎三尺啊 想搞定的 想平定中国北方啊 比如说东北啦 比如说内蒙古啦 比如说新疆啊 这些地方一直都是俄罗斯想吃的啊 从苏联的时候开始就想搞定 说杜金有这么一个计划啊 跟大家念一念啊 你挺有意思的啊 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做普京的高餐呢 必称为叫做俄罗斯的这个脑袋啊 大佬这个杜金老师的这个私底下有一篇秘密的文章是这么写的 说如果啊中国啊开始对台湾搞什么军事的行动 那么呢俄罗斯就应赖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真的人家说是中国的杜老师 不是杜老师写过一首诗 王室北定中元日啊 加级王告哪有功什么啦 那人家杜金就是王室南定是吧 中元日那很隐瞒啊 就是俄罗斯的确有这个有耗着一口的啊 包括这个俄罗斯特别想占据 东北的那个过去的旅顺 也就是今天的大年那边上 那是个天然的两岗啊 好得不得了 如果占据了这个旅顺的话 那不得了的 俄罗斯在太平洋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力量啊 美国就要拒它三分啊 那就流差了是不是 一直没有这么良好的这么一个出海口 太平洋上面啊 挺有意思的 说这个就是静观其变 先按兵不动 等到这个美国为首的欧美的这个军事力量 围堵中国搞得这个中共的军队大上元气的时候 俄罗斯这边呢就将发兵了啊 叫做特别军事行动 就一举就平定中国的北方啊 包括这个内蒙古 包括新疆 包括东北三省啊 就这三个地方把它吃下来 哎 看到这个地方我心里都挖凉挖凉的 俄罗斯真是厉害 真是真是黑啊 我们都知道的 这个东西你最好是相信 因为俄罗斯一直对中国是占据中国的领头最多的就是俄罗斯吧 那好疑问的啊 美国可没有占中国的一寸土地 真的挺有意思的啊 本来中国的这个地图在台湾人的地图的是一片枫叶 很好看的好吗 根本不是一只鸡 现在都变成一只鸡了 挺有意思的啊 而且还不止如此 所以要仿照这个乌克兰的模式 先用这个军事行动把这个新疆和这个内蒙古和这个东北把它占领了 完了以后就开始走程序 就是仿照乌克兰的模式 先成立一个共和国 是吧 然后进行公投 就跟今天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公投一样的啊 这个 把它生命去做成熟饭 你看我们知道 我们都知道 如果说俄罗斯真的把这个新疆把这个内蒙古 把这个什么东北如果占领了以后 这三个地方的老百姓一搞公投 那200%的各个都会归向俄罗斯 不愿意归在中共 是不是 中共太邪恶了 要我是东北的一个草老爷们 是不是 东北哪干啦的 是不是 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好汉 在马上驰骋的 那个内蒙古多好啊 他根本就不是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你说是不是 你说内蒙古他有自己的语言 蒙古他有自己的语言 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哎呦 他那个歌唱歌的那长调 呼慢 那好听得很 跟你汉族有什么关系 你说是不是 新疆就更是你人家都是白种人好吗 跟你有啥关系 是不是 如果一搞公投 这些这个地方的人呐 一个一个的 东北就满族嘛 蒙古就是内蒙古族嘛 新疆是各种的维吾尔族嘛 是不是他肯定是公投200%的通过 那毫无疑问的哎 说是很有意思的啊 说如果其中有人肉不服的话 那就是采取过去这个苏联在在叫海城外 搞的那个模式 听话的啊 你就好好地当俄罗斯的孙明 不听话的啊 你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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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去西伯尼亚去去挖煤去啊 还有还有一一一堆不听话的人就直接就把他就给灭了 是不是所以说你说今天的那个海城外那个地方 已经看不到几个中国人了 那过去可是中国人的城市啊 所以俄罗斯的计划 杜金老师的计划 那真是吓死个人啊 说这个反习派也不知道是造谣传谣来的一个文件呢 还是真是他的特工的文件 还是俄罗斯的这个故意在俄罗斯的所谓的这个报纸 那个报纸上登这么个消息 反正就他们说就把这个文件拿到细胞子面前 就这么往桌上一扔 说习主席你看一看 你说这个俄罗斯想干什么 是不是俄罗斯细胞子就一看两眼就直了 是不是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历史的关系 你别看中共的那些个家伙啊 他跟俄罗斯走得很近 他们心里特明白 知道俄罗斯不是个好东西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搞的时候是不是 就是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要在新疆那边放那个原子弹 结果是美国人难住了 说在新疆搞原子弹 如果共产党还要反扑的话 就直接在韦晶搞一颗 完了以后把毛泽东就搞死算了 哎呀 说实话 当时要放两个原子弹就好了 直接把它搞死 我们这些个后人就就就就就就想服了 知道吧 就是毛泽东这种人 共产党这种人你就出了和平探 你真是没有别的办法 说美国人呢 真是就给中国添乱 给中国老百姻添乱 你那个时候如果搞一搞多好啊 包括那个在韩战的时候也是 麦克阿瑟给这个美国的总统 写密信说动一个原子弹 把这个共产党的所谓的这些个志愿军 搞死算了 别浪费时间的 一些不必要的牺牲 那时候美国的政客都是一帮垃圾啊 是不是 靠然后就白白的就放过这样的机会 说这个习包子最终决定就是答应退休啊 也就是知道自己在这个俄罗斯这个问题上惹的麻烦太大了 绝对是 败家子败的太狠了 就没有可以解释的余地了 说俄罗斯可不是一般的那个什么 不是一般的情况 你看前几天我们说过了吗 刚刚习包子跟你跟普京见过面回到北京没几天 这个天然气管道就就就就停了就不给你供天然气了 你给了多少钱呢 所以习包子也知道自己惹下天大的麻烦 我们之前也说过说习包子为什么会最近配合演戏呢 怎么老实呢是不是 有些人还在那里说习包子要粘人怎么可能呢是不是 真正要粘人的人这个时候都已经是 都已经是马上就要入洞房了 这个时候应该是蒸灯结彩 应该是是不是是不是 大张旗鼓的要开始庆祝了 中国的国内的媒体应该是 就是地毯式的轰炸习包子伟大观光正确是不是 千古一笛要火500年绝对到都是这样的消息 你看中国的国内也现在关于习包子干正式的消息 基本上看不到 没有 基本上没有 最多也就是按照流程表演一下 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有的人还觉得习包子一定会连任 我今天看到有人放出一个二十大的名单 有些海外的主流媒体还在那里转载说习包子是总书记连任 说胡冲瓜是总理 是陈敏儿 蔡奇 李强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全都进常委 我的个去 你不是侮辱我们这些人的智力吧 你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你们搞是可以的 但是要有点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不要侮辱别人的智力好不好 虽然我再要传谣 但是你想想我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吧 是不是 有没有道理吧 你说我 比如我的最简单的一个逻辑 邓耀平都不敢连任 江泽民也不敢连任 凭什么你习包子敢连任 你跟我说你是谁啊 是不是 你的牙签比人家粗吗 还是你们家老婆的失业线比人家老婆漂亮啊 深啊 开什么玩笑啊 所以说这个他们说 放出这么一个杜金老师的吞掉中国北方的一个抽屉计划 让西包子哑口无言啊 知道在俄罗斯的问题上惹下了天大的麻烦 这个东西在历史上那是要遭审判的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读过一本很厚的书 就是那时候苏联人也写的一本书写的很好的 我那时候把它读完了 乍吗 后一本书就是让历史来审判啊 我那时候藏书把它藏得很好的 后来我出来也把它扔掉了 那西包子如果是真是按照杜金的这个方案来搞的话 那西包子绝对历史要审判他的啊 绝对要把它搞进万人坑的要鞭尸的好吗 谢谢 谢谢